麻烦了 要不然这样吧 我把这个聊天软件的账号 给你好不好 说什么呢你啊 发烧了吗 没有 我知道这个听上去 可能有点扯 可是事实你也看见了 我和沈安 完全没有那种情侣之间 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内容 你这样 你就用这个聊天软件 来回复他的信息 然后我呢 就每天都看你们的聊天记录 就看 别别别 这事太扯了 初夏 虽然 我和沈安的交往过程中 我很坚定 可是我也很无助 我不能奢求拥有他的爱情 可是我真的希望更了解他 靠得他更近一点 我一直都没有办法 直到最近 他给我的信息越来越多了 而且讲的事情也越来越详细 所以我知道 你可以帮我 若南 这件事出现 你说这么多年 我很少开口求你的 对吗 那我把话说在前面 他只要有一条 是有关男女之间暧昧或者亲密的话 我马上退出 以后你自己来 好 我答应你 你真好够出家 是吗 那部电影我倒是觉得很一般 里面的女人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 是吗 跟时代背景有关 同样的故事放到现代就很糟糕 是吗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 跟这个很类似 这下 我想起了一部黑白片 不知道你们两个看过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沈哥哥 沈哥哥 怎么了 你牛排再不吃的话 就要从七分熟变成十分冰了 不好意思 好奇怪啊 你们三人之间的沟通 不都会打电话居多吗 可从你坐下来开始 信息就一直没有听过 不是工作的事情吧 是何若男 之前还说只要婚姻不要喜欢 现在还不是开始你浓我浓的跟人家说情话 你个小孩想什么呢 我们俩谈话的内容可以给任何人看 不是情话 不是情话那是什么 天南地北 何小姐以前显得比较拘束 最近可能是熟了 才发现她很健谈的 想不到温柔的若男姐姐 还有这样的一面 看来 捅人要动心了 你看我什么时候心动过 不过 有个能聊得来的朋友 挺不错的 快吃吧 回来回来 小点声 梦想学习呢 最快乐的事 是龙卡诺餐厅开遍全球 什么呀这是啊 太没诚意了吧 又来一条 你呢 初夏 你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他问的是你不是我 我都糊涂了 啥巴你 我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最快乐的是 初夏 你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咱们在二棚的店里喝红酒吗 你是说 飞飞跟我当时的上次分手那天 嗯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 特别大 特别圆 风也特别的舒服 咱们就坐在露天的位子上 喝红酒 喝红酒 吃小菜 然后听飞飞讲她那些惊世骇俗的分手故事 笑得乱七八糟的 那个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词 叫 岁月静好 真希望永远都可以拥有那样的心境啊 若楠 我们一辈子 都不会失去那样的快乐 十二天 我 若楠 若楠 她又回来 我好困 初夏 你继续聊 明天我再看聊天记录 对 你帮我 多跟她聊一会儿 明天她忙起来的时候我就 回不上了 九 六 危险去是什么意思啊 会特别生气的是吗 我大概比较在意 事情有没有脱离我的控制范围 上次去餐厅检查 因为一款配料不对 还大发脾气 以前是不是没有控制好什么事情 才会对这种事尤其敏感 还尽起 从手不及 追近薄泥 拉着我的深情 再一次你的相惜 不留余地 梵天覆地 我爱过的一个女人 其实只是或许 忽然被提醒 人想搞出落定 电影的遭遇 在心中上映 我闯了进去 被回忆随便攻击 原来我还没有忘记 从你 很久之前的事了 我没当掌控自己的人生 然后她走了 顺便也带走了我的爱情 可现在这一边 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爱情 陌生又熟悉 已不相信 我也在这一边 那为什么不去找回来呢 有些东西丢了 就等于消亡了 再也找不回来 她已经嫁作人父 应该过着幸福的人生 在此天际 故事里的你 一个空年的距离 我身手摸到的都是曾经 所以 你才说 只要婚姻 不要爱情 原来我还没有忘记 从你 有个人说得很贴切 他说世界分成两个部分 那边的人 过着正常的 金光闪闪的日子 他们会谈恋爱 拥有一份 甜甜腻腻的爱情 她会这样 果然是因为 另一个女人 若南 你也别太难过了 这毕竟是 很久以前的事了呀 我不难过 起码 沈安她不是 天生对感情默认 挺让人高兴的 不过 真的很羡慕那个女人 人家过着 好好的日子 也许根本就不知道 有个男人 因为他 不愿意再去爱别的女人 有时候常想啊 其实我们都说不清楚 我们自己 在别人的生命里面 到底扮演着 是什么样的角色 就比如说你吧 也谈过恋爱 但 也都无期而终 不过 在那些男人当中 说不定就有一个 会永远地记得你 想念你 可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这件事情 这么说 我在某个人的世界里 是残忍的 这个也很难避免啊 同样 在我们生命中残忍的人 也许他根本就没有 这个意识 初夏 你是不是又想到 那个人了 原来这场 这冻这件事情